台南游泳池聚集了各地游泳好手 各个蓄势待发 准备拿出最好的表现一夺冠军 这些游泳健将全都是各县市消防人员 来台南参加第二届全国消防人员水上救生技能大赛 市长赖清德也到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 也幽默地表示希望奖杯留在台南 各县市消防局长也立临现场 署长表示举办水上竞技活动 是为了能让消防人员随时面对严峻的气候考验 与各县市切磋来提升水上救生能力 也能带给民众更多的保障 记者杨婷凯 郑维珍台南报导